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基本的范例 来 它说某一个单色光波长是6000A 那辖缝到屏幕的距离是100公分 那今天以这个单色光做阳格双辖缝实验 那测得第一暗纹的位置跟中垂线的距离是0.018公分 则问你说第一暗纹中心的位置在哪里 它跟中央线的夹角是多少 第二题 第三暗纹中心的位置在哪里 它跟中央线的夹角到底是多少 这个题目呢 考大家怎么样 考大家基本的理论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双小缝的强度图 那等一下你再讲以上呢 自己练习画一次 好 这边我们画怎么样 我们画五坨 我们这边画五坨 好 那这里有一个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中央线 好 那第一暗纹呢 距离中央线一个ΔY 第二暗纹距离中央线两个ΔY 那第一暗纹距离中央线0.5 第二暗纹距离中央线怎么样 这个1.5 那题目说 这个第一暗纹呢 距离中央线的距离是0.018公分 各位 那我问你 这第一暗纹距离中央线 这个是不是0.018 这个0.018其实就是0.5个ΔY 好 所以运算上我们这样看 这个0.5个ΔY就是第一暗纹 它跟中央线的距离是0.018 所以ΔY叫什么呢 各位ΔY叫做0.036公分 这一开始我们掌握的基本的条件 好 题目你说 那第一暗纹到底在哪里 各位 第一暗纹 第一暗纹在这吗 第一暗纹跟中垂线距离多少 各位 第一暗纹跟中垂线距离是不是1.018公分 所以各位 第一暗纹距离1.018公分 那就是0.036 那考试呢 题目有另外一种问法 它问你说 这个第一暗纹跟中垂线的夹角 到底是几度 第一暗纹 对不对 好 它现在跟这个中央线的夹角到底多少 那各位 这ΔY其实很小 这个R其实很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把这一段当做什么样 当做扇形的弧长来算 那弧长叫什么呢 L等于Rθ 各位 这个L等于R乘上θ 所以我现在呢 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带进去 这ΔY叫做Rθ 这是第一暗纹的角度 所以第一暗纹的角度 就用ΔY除以R ΔY 0.036 那R多少呢 各位还记得吗 题目说 这个霞凤到光屏的距离100 所以这个R等于100把它带进去 那答案就是3.6乘上10的-4次方弧度 好 这是第一小题 那接下来第二小题 题目你说 这第三暗纹的中线 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跟中线的夹角到底多少 好 那第三暗纹在哪里呢 各位 这第一暗纹 第二暗纹 第三暗纹 第三暗纹跟中线的距离一个 两个 2.5个ΔY 第三暗纹跟中线的距离2.5个ΔY 好 所以2.5个ΔY ΔY叫做0.036 把它带进去0.09公分 好 那如果要算角度呢 各位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当做怎么样 当做是扇形的弧场 当然我这个图也许呢 这个角度看起来比较大 那其实这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 这ΔY很小 R100 这角度其实很小 那直接用怎么样 直接用这段距离去除以R 所以呢 如果你要算第三暗纹呢 它的夹角就直接用0.09公分除以100 那就9乘上10的-4次方弧度 所以这个题目呢 考大家怎么样 考大家 这个量纹到底在哪里 暗纹到底在哪里 怎么算 那再来角度几度 我们要用怎么样 用扇形的弧场呢 把它算出来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呢 你再讲一下 实际呢 在这个讲义的左边 你画这个图 好 实际画这个图 我想这个图大概画个差不多三次四次以后 你才能抓到这个概念 好 那再来呢 这基本运算 等一下你再讲一下 实际自己去做一次